书尉哥哥 你不要怕 我这就回去上书陛下 我写千言书万言书 我一定让陛下收回成名 再不行 再不行我就去叫阿爷 让他陪我一起去说 陛下看在阿爷的面子上 没有用的 眼下是大梦合蒙的关键期 阿什勒布的人便是拿捏住了这一点 若是阿爷反悔的话 他们定会再做文章 如果和蒙之事因为我受到了影响 我又有和也面面对天下人 大唐的公主 若是死了 就没有人会让一个死人去和亲了 乐焰 你千万别做傻事啊 书尉哥哥 乐焰不是在做傻事 周南王在位时 有事犯去 避护我假死 强哥 强哥装死最有经验了 他一定能为我想出法子 只要永安公主不在了 这样 就没有人能再逼我去和亲 也不会连累阿爷了 可是 这是下下之策 那我该怎么办 坐以待毙吗 总会有法子的 如果阿世乐人将此事正式诉到了阿爷那里 等一切落定之后 我就真的要嫁去草原了 一定会有办法的 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 书尉哥哥 是不是我家去草原 其实对你而言 也并没有那么有所谓 当然不是 你我从小一起长大 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一样 所以那日 我这般向你表达心意 你竟然还是拿我当亲妹妹 乐言 你先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见一见 来 雷书彦 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你答不上来 所以这件事从头到尾你都没想过如何应对 草原欲大唐义和自然需要一名有力的质子 有完公主是陛下的掌上明珠 这事落到她头上谁都能想到你竟然没有想过 我现在问你 你连答的都答不上来 好多 你愉悦了 如果你只把自己当作朝堂的一名臣子 我自然不会过问 但是你不清楚吗 他喜欢你 他一直很在乎你的感受你的想法 你是想让他难过吗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 不要再吵了 你们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见你 我最爱你 我真是会 你觉得我不是个人 我最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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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爱你